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它内建附的范例 那这个你,请你注意一下 它会放在这个 这个里面 安装之后,它会有一个esample里面 我们来看第一个 AGA RWA Recovering,我们就把它打开 OK 那我们这个大概可以把它关起来,没关系 因为这个要花一点点时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它大概要用到的 的这个理论,它是用这个Sysys 这一个 因为我这试用版,所以每次它都会问我 我们先把这个解释一下,然后这边就是 卸降、卸压降 这个 它的一个曲线,比如说它有 三个观测 然后这样动动,然后这个时间是log的 它会有一个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它在esample是confine的 不过我们 做大概 它有说是那个 那一个 可以的,那我们就开始 这边是卸降 然后这个 把它fitting,然后一个直线 OK 那我们就在这边,我们就 open 我们就开启 然后在这边,我们就开启这个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在pumping test 这边就是project name 然后日期时间,这是它的单位 OK 那这边有两个 那一个位置 一个 抽水的是00 OK 抽水是00 然后 我们这个 这个 观测仅是0111 然后 它的这些数据在这里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ale W2 我们就discharge 我们这边,如果你按这个也一样 它有discharge 然后 它这个是 这个图就在这里 就pw1 它抽的 然后我们water level OK 然后这一样 你按这边也是water level 然后water level 因为它有两个 所以 你按这个 这个效果是一样 然后再过来,我们就分析了 分析了在这边,那这边recover 然后 这边会有讲,它是用 这一个 这一个 AGA RIW6 然后这边呢 我们这边按fit 因为它已经有了 这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results 就是 分析出来的 这 这一个 线有没有 这个pw1的t跟s 它的 方程式就跑出来了 然后 WOW2这个也跑出来 然后这个是卸降这个recovery 这个 这个也出来 如果你要这个也加进来 这样按了就有了 那这边如果 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 说明的 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一些说 国内有关于做这个研究的 做这个研究的 因为我做这个想到说到底台湾有没有 弄这个 那因为我的姿势很 很浅薄 发现是有了 这个 它做 地下水 抽这个地下水 然后 大概是在哪里 就是单井抽水引起地下 水位 蟹降曲线 它用这个 theis 还有另外这个 还有一个用个pmw1 这几个 然后研究结果 抽水量 越大 这个水力 泼降越大 这很合理的 离 抽水井越近 水力泼降越大 这一个 这个初始水头 OK 然后那就说这个 台中的案例 蓝头 用在这边 好 那我们回去到这边 OK 我们这一个的范例就做到这里 谢谢 的 好 吃 有 感 İs 的 嘴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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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